小学生 中学生 还有不少青年 在这场龙师技艺锦标赛中 他们都是比赛成员 多半由家长和老师带来参赛 可以想见参赛选手被赋予厚望 这是因为近年来 龙师技艺传承的工作 不但有向下扎根的趋势 而且也成为学校推广的重点 参与的学生说 可以学到传统技艺 还能疏解课业压力 五龙五师的技艺最怕的就是 传承出了断层 不过在有系统的培训参赛选手下 十多年来就有龙师技艺老师 是从小学就开始接触这项文化 现在拥有专业龙师技艺的师资 举办宜兰县龙师杯技艺锦标赛的总干事赖冲云 经常往返台北与宜兰的龙师技艺课程班 他提到五龙五师是过去台湾很重要的庙口文化 现在有小扎根的教育已经更为多元 因此很多学校都将这项传统技艺发展为重点特色 像是今年就创下最多队伍参赛的记录 龙师技艺竞赛有台湾师 醒师 以及鼓舞和师月等内容 这群辛苦受训的选手 有了舞台和观众的掌声 使他们继续努力的动力 以成为这项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雪水新闻 吴芷云 吴依林采访报道